主料,牛奶260克,白砂糖46克,奶粉20克,盐3克,高筋面粉390克,酵母6克,黄油30克,辅量,奥尔良烤鸡腿,生菜,西红柿,沙拉酱,准备时间,2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依次在面包鸡桶中, 放入牛奶260克,糖46克,奶粉20克,盐3克,高筋面粉390克,酵母6克,具体做法请参考葡萄干衣食吐司步骤,这里就不再详述了,启动面包机的和面程序,先和12分钟,进入面团的扩展阶段,为了保证面团的松软程度,我一般喜欢肉厚油法,就是先将黄油外的材料和成团后, 再包入黄油,包入黄油后,将面团放入面包机桶内,启动仪式面包程序,用它的和面程序,一直搅拌到进入发酵程序为止,等面包机停止搅拌进入发酵程序后,即可关闭仪式面包程序,另外启动发酵程序,用面包机自带的发酵程序进行发酵, 直至发酵至两倍多大后取出,将面团取出轻柔排气,分割成80克左右的小面团,盖上薄膜进行15分钟松弛,这一步很重要,就是让面团再短气小发一下,可以使面团更松软,我用的是较大的硅胶案板,所以也没盖薄膜,直接将硅胶案板先一半起来盖住, 也可以保湿不干的,在汉堡模具内壁上均匀涂抹上黄油,可以让汉堡轻易脱膜,而且口感更香,将松弛好的面团擀成椭圆长条形,放入模具内,压扁些没关系,发酵后会往上长高的,烤箱底部放一碗热水,将模具放入,用发酵程序使面团发酵至两倍大,在发好的面团上抹上一层蛋液,撒上芝麻后, 再抹上一层,可以放纸芝麻脱落,烤箱运热,上下缓160度,烤盘放中下层,烤约10分钟,中途注意上海,颜色或深调调整温度或盖上烤纸,烤好后的汉堡取出量温,其实在我家,汉堡做好后,一般是食品带密封保存起来,到第二天早上才能做的,这样可以保存两到三天,松软也没有问题的, 第二天早上,将前一晚上做好的汉堡胚取出,可以放烤箱用100度热一下,或在微波炉里转10秒钟,将前期做好的奥尔凉烤鸡腿烤热,准备好生菜,西红柿切片,汉堡胚从中间剖开,加上生菜,撒上沙拉酱,加上西红柿片,加上奥尔凉烤腿, 因为篇幅有限,关于奥尔凉烤鸡腿的做法,将另外介绍,做好的大号奥尔凉烤鸡腿宝,可以享用美味了,大块面包,大头吃肉的感觉真是好啊,一上午的饮料与热量都足够了哦,烹饪技巧,一一直强调用厚油法,即将除黄油外的材料先合成团, 三,再包入黄油,可以更好的发酵,二,汉堡胚可以做两到三天的量,密封保存会依然松软,之前用微波炉转水鸟会更软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